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宇宙中的星球的认知 则更是迷雾重重 尽管如此 对于太空天体中的一些匪夷所思的现象 我们更多的只是猜测和推断 对于探索太空 人类的热情 自古至今从未消停过 在古代虽说科技很不发达 人们仅能靠着肉眼在夜晚观测天上繁星的斗转星移 却一丝不苟地记载其星象的运转 四千年前的古马亚人居然准确地测算出来了金星年 仅比现代人测绘差万分之一天 到了现在 美国人凭借发达的科技和雄厚的财力 在太空探索上一马当先 登上了月球 探索了火星 看似宇宙被我们人类洞察于鼓掌之间 实则收效甚微 不说别的 就火星上发现的无数奇怪现象 轰物体 专家都一脸懵圈 我们人类目前探索太空的重点主要在火星之上 原因在于火星在距离上极为接近地球 最近时 仅离我们地球不到五千万公里 另外 火星出于太阳系的宜具带上 有四季变化 昼夜温度也跟地球相似 因此 直到现在 火星依旧是人类探索太空生命的首选天体 美国人在长达近50年的火星探测生涯中 多个探测器均在火星表面 发现了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神秘现象 至今令人费解 不久前 美国宇航局NASA发射到火星的 好奇号火星探测车 无意中在火星南半球一处大沙漠中 发现了一处残砖遗址 由于好奇号距离目标物体很近 因此拍摄的照片十分的清晰 仅从图像上看便可看出 那是一堵倒地的残垣断壁 外观成亮堂堂的色泽 上面布满了中行交错的网格图案 乍一看像这一块被压扁了的泡棉一样 跟四周荒野不堪的沙漠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随后 NASA的天文学家们采用技术手段 放大图像上的这不明物体 居然发现了那些纵横交错的线条 是白色的石灰 而所粘合而成的方块形物体 则是残砖 基于号探测车在火星表面沙漠中的这个发现 立马在全球的天文学界引发了巨大的轰动 不少人纷纷认为沙漠中出现残砖堆砌的泡棉墙壁 绝对是高科技的象征 其技术水平远超过我们人类 更多的人则认为这应该是外星人在火星沙漠中建造的一个探索基地 由于自己的探索任务完成 于是他们便毁掉这基地飞活着自己的星球 前不久 来自美国宇航局发射到火星上的探测车基于号 在火星南半球一处沙漠附近考察时 无意中拍摄到了沙漠中有一张奇怪的人形脸的石壁图案 从基于号传回来的照片上 可以很清楚地看出 横躺在沙漠上的那幅石壁上 雕刻有一张面貌清晰的人脸 当NASA的天文专家们将图像上的那人脸放大后细看 却惊人地发现它跟古埃及的法老雕像十分相似 火星沙漠发现一次古埃及法老雕像的消息 瞬间在全球天文学界引发了极大的轰动 NASA将这张照片刊登到自己的官网后 立马引来了几百万世界天文爱好者的观看和留言 有人认为是火星风化的结果 有人则觉得火星毕竟环境跟地球差不多 曾经出现过古文明也不是没有可能 而在专家眼里 他们则觉得火星上出现类似于地球古代顶级文明时代的物体 情况很不妙 火星上最后一次火山喷发得追溯到了几千万年前 此后这个星球进入了死寂一般的时期 如今发现法老雕像 说明了火星上早在几千万年前便有了古文明的存在 很可能火星上的文明也不来自其本身 而是由某个未知的星球传过去的 那颗星球极有可能是宇宙文明的传播者 既传播给了火星 后也曾到过地球 坊间一直传说古埃及很多东西由外星人制造 恐怕是真的 美国宇航局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发现 火星表面存在大量的水冰沉积物 这项研究来自美国宇航局火星勘测轨道飞行器的雷达信息 它描绘了深藏在只颗红色星球北极下的古老冰原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研究人员还报告了确凿的证据 表明由于火星的侵袭和轨道与地球相似 这些冰盖会发生盈亏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报告称 分层呈沙壮沉积物的冰量是如此之大 以至于如果冰被融化 水就会形成一个五英尺深的全地球范围的水池 目前这区域的水冰重量 在科学家使用的美国宇航局 从几次火星任务中收集的火星重力数据得出 专家对此称 如果把水冰全部融化 那形成的水可以覆盖整个火星1.5米深 如果这一发现成立的话 冰可能代表数亿年前装设火星两极的冰原的遗迹 如果情况相同 这些层可以证明火星气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是如何变暖和冷却的 因为地球的轨道和倾斜角度略有变化 这是火星轨道上的一张照片 上面有潜水冰和一层更深的沙子 上面都撒着明亮的白霜 专家说 火星过去是一个温暖潮湿的地方 其表面大部分被液态水覆盖 但在42亿至37亿年前 火星大气层逐渐消失 直接导致火星地表大量水消失了 才导致如今我们看到火星是一望无际的荒芜凄凉 目前在火星上还存留的水都是以冰的形式隐藏在地表下 基本上都处于火星两极之地 而且这个发现是很重要的 德克萨斯大学地球物理研究所的斯特凡诺博士是这项新研究的主要作者 他说 我们没想到会在这里发现这么多水冰 这可能使它成为火星上仅次于极地冰盖的第三大水库 美国宇航局认为 火星上的冰层是在过去的冰河时代形成的 它们的表面覆盖着一层沙子 可以防止太阳辐射变暖 尽管科学家们长期以来一直怀疑火星过去的冰川活动 这些活动受到了火星在无数个千年里 朝向或远离太阳的倾斜和摆动的影响 但人们认为火星上的冰茂已经消失了 相反 研究人员宣布 大部分的冰实际上是所在行星表面的 斯特凡诺博士说 令人惊讶的是 这些埋藏在极地沉积物中的水的总量 与已知存在于火星低纬度冰川和埋藏冰层中的水冰的总量大致相同 而且他们的年龄大致相同 如果火星上要有液态水 了解全球有多少水 以及极地有多少水是很重要的 你可以拥有适合生命生存的所有条件 但如果大部分水都被锁在两极 那么在赤道附近就很难有足够数量的液态水 这项研究不仅对火星现在的样子有意义 而且对这个红色星球过去的气候 可能对我们所知道的地球上的生命有什么帮助 也有意义 今年早些时候 美国宇航局的号气号探测车 在火星一个古老的湖床上 发现了潜在的生命积木 盖尔陨石坑35亿年前的基岩中 保存的有机分子表明 当时的环境可能有利于生命的存在 盖尔陨石坑曾被认为还有一个潜湖 随着人类太空殖民的前景变得越来越现实 人类在火星上的可居住性 正成为私人和公共团体更感兴趣的领域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 最近向一家公司颁发了50万美元的特等奖 奖励其设置的概念是 人类可以在火星上利用3D打印技术 生产和复制人类气息力 由特斯拉首席执行官 埃隆·买斯克所有的革命性航天公司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也在积极推进首次载人火星任务 然而不久前 美国宇航局NASA发射到火星轨道的一颗探测卫星 MRO 无意中拍摄到了火星北半球 靠近北极圈附近的广袤冰原上 出现了一颗硕大的黑点 此情此景像极了洁白脸庞上 沾了一颗烦人的大黑质 然而这颗黑质 还的确让众多专家和天文爱好者 捏了把冷汗 该黑点位于一块圆锥形凸台上 经过NASA的天文专家放大很多背后 发现其居然是一个天窗 该天窗是一个通往地下的洞穴入口 直径约有35米 由于相对距离较远 即便天文学家采用高分辨绿相机的镜头 放大M位后 依旧无法看清楚其真实的内部面貌 此照片一公布 引发了无数天文爱好者的探讨 有人认为 这仅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坑洼小洞 也有人认为 或许是火星内部生命体的入口 不过 相较于业务人士 只关注黑点坑洞本身 专业的天文学家 则将焦点聚集在其旁边的圆锥形凸台上 不由地只擦冷汗 因为这东西像结了一处地上堡垒 黑点则是进入着堡垒的通道 里面藏有什么东西或者秘密 人类就不得而知 对此 大家的看法是什么呢 欢迎在本视频下方留言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